RELAX 輕鬆聊歷史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麼 國建國造 潛艦國造 我們第一艘海寬套在下水測試的前夕 國內出了一點問題 我們司令黃曙光出來講 他說有立委在那邊搞事 為了一些銀頭小力 後來也不知道為什麼 南投的立委馬文君 他就自己對好爐桌 最後演變成互相嗆聲 如果我拿一點銀頭小力 我就切副 但如果我沒有 黃曙鋼你就切副 這個時候國喜郭博士也跳出來了 他說馬文君你早該切 那到底切副怎麼來的 什麼叫做切副呢 我們都知道切副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最高表現 那到底什麼叫做切副 為什麼會有切副 日本在戰國時代以前 也就是大概在15世紀末以前 並不流行切副 那時候大概就是 剁了吧砍了吧結束了 那並不流行切副 那開始流行切副 其實是在戰國時代開始 那最出名的切副 應該是這個 明智光秀當時發動了本人四肢變之後 風神秀吉當時帶兵要打背中國 那這個時候 大家都知道這個文書的政經 那以風神秀吉當時也講了 要麻你就自殺 要麻你就切副 要麻我就屠城 所以當時的將領清水宗志 他上演了所謂的日本戰國時代 最美的一次切副 當時清水宗志 他就是乘坐的小船出城 並且在船上 跳起了人生的最後一支舞 之後優雅的切副而始 好那OK 那到底切副要怎麼切 基本上切副 傳統的切副分成三種 所謂的 一文字切 還有 十文字切 還有 三文字切 什麼叫一文字切 基本上切副它有一個重要的儀式 就是 戒錯 什麼叫戒錯 就是幫你把這件事情給完成 最早我們說日本武士認為他們的靈魂在哪裡 靈魂是在肚子裡面 OK 當然有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肚子是我們說神經最密集最痛的地方 所以就往那邊切 一文字切 就是我們一般看到的類型的切副 就是一刀 這個 武士通常有兩把刀 一把長的一把短的 長的切別人短的切自己 OK 所以 當他要進行所謂的切副儀式的時候 一文字切法 他就是拿起來把短的武士刀 從 左邊進去 OK 為什麼從左邊進去 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我們的心臟在左邊 所以從心開始 從左邊開始 由左往右拉 這叫一文字切 那 另外還有一個文明國際的是 十字切法 十字切法當然 第一刀一樣 是由左往右拉 然後再來 由上往下拉 所謂的十字切法 另外還有一種叫 三文字切法 也就是一二三切三刀 那但是三文字切法另外有一種說法是切一個三角形 什麼意思 你第一刀進去之後 由左往右拉 OK 刀子不能拔出來要在肚子裡面轉 然後斜上 OK 然後再轉往下拉 形成一個 直角三角形 總共有我們說幾種切法 那當然啦 其實切腹你要知道 他不是馬上切馬上死 他會痛 他會痛 而且甚至有切腹要把他的內臟給掏出來 那其實基本上我們認為切腹這麼變態的事情為什麼會發展出來 我們都知道 日本武士的榮譽 榮譽是第一藥物 他現在來說叫面子 面子問題 他不能接受恥辱 所以切腹就是他們最高的展現 也就是日本人把所謂的這個自尊心 發展到極限 甚至發展到變態的展現 OK 我們剛才所提的 當你切腹完之後 你不會馬上死 你會痛到死 你的脹氣開始外露 然後 開始失血過多 身體機能失調 心肆會削腰削腰 所謂的死尿痕流 那後來人家認為 如果一個人有本事切腹 或者是說 有辦法完成切腹這個儀式的時候 他已經達到了所謂的武士道精神的最高境界 不應該讓他死得這麼快 或者死得這麼痛苦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出現了另外一個叫 戒錯 也就是當 日本武士完成的所謂的武士道精神切腹的時候 他身邊會出現一個戒錯人 戒錯人 會拿他那把長的武士刀 把他的頭給卸下來 OK 那當然這個戒錯人 第一人他這個 劍術一定要高明 不然突死五刀突不下去 對不對 第二這個戒錯人 通常是這個 所謂的要切腹自殺的武士的 最好的朋友 或者是 值得信賴 值得尊重的人 那我們說 日本武士要切腹也不是你想切就可以切 切腹有一定的流程有一定的程序 所謂最隆重的切腹 我們剛才強調 日本武士不是你想切腹就可以切 所以 比如說 我們做個簡單大家聽得懂的例子 好 小說都看過一修和尚 好那這個 將軍呢 派了李總彬去跟一修鬥志 OK 那想當然了 李總彬輸了嘛 那輸了之後怎麼辦 他就要寫報告給將軍 親愛的將軍 你派我去鬥志 然後 我輸了 好 那 第一給將軍丟臉了 那第二呢 那因為這一次的失敗 我也沒有臉存活於 存活 我也沒有臉存活於天地之間 與其讓我在這個紅塵俗世裡載福載真 受萬人之恥笑 不如請將軍 懇請將軍看得起我敲得起我 讓我切腹 OK 那將軍要敲得起你才讓你切腹 如果他瞧不起你 他就讓你在這個紅塵俗世裡面載福載成瘦萬人的恥笑 那樓梁看到人家穿 哎呀呀呀 孫悠小孩孫悠小孩 你連要買肉包人就不愛賣力 你知道嗎 買碗粿阿伯要跟你穿 所以這個情況是要怎麼辦 將軍批了 準 OK 要是不是李總彬回去就開始切腹 不是 切腹有一定的流程跟儀式 你要齋戒 你要沐浴 你要禁獄 自己來也不行 OK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栽戒 淨浴沐浴 先挑個黃到幾日 然後開始栽戒 沐浴 淨浴 OK 然後 廣發勤鐵 邀請親朋好友來參加他的切腹典禮 OK 切腹典禮當天 正常來講日本武術會穿出他最隆重的那一套大禮服 那日本以白色為大 以白色為尊 所以大部分 他是穿白色的大禮服 切腹典禮當天 你的親朋好友都來了 大家坐在那邊開工 你有看 中華隊打雅玉幕 對 對韓國那場很好看 對中國那場 對我們打擔擔 聊到一半的時候 會敲起所謂的三通鼓 就 咚咚咚 這個時候 榻榻米的門會打開 入手入手 榻榻米會打開 這個時候武術會走出來 大家安靜 他會發表他的切腹感言 今天非常高興 各位親朋請友 來參加 燒地出白的電影 時間都不夠 時間都不夠 最後整天就來開始 後面那邊 冰冷那邊 粉那邊也有湯 那邊也有酒 大家 這個 All you can eat 放題 漂亮在你這裡 OK 我關起來 呀 又夾到手了 後來 時間一到 會再度敲起三通鼓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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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塔米的門會再度的拉開 不緊張手 都緊張手 這個時候武士會再一次走出來 這個時候全場會進入一種所謂的樹木 一種 安靜 樹靜的狀態 這個時候 武士走得出來之後他會跪在塔米上 脫掉他的白色大禮服 然後將袖子壓在膝蓋上 抽出短的武士刀 進行所謂的切腹的儀式 當他完成切腹儀式的時候 借促人會走出來抽出長的武士刀 一刀把他的頭給卸掉 那 當然有一種說法就是不是直接砍掉 而是那個砍的要剛好 要留一層皮讓他連著頭 或許可能是保留全屍的概念 但anyway不管 這就是所謂的武士切腹的流程 那當然日本的切腹 日本武士的切腹 他在1868年的時候也曾經名揚國際過 我們都知道 所謂的清朝末年當時 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人開啟了中國的門戶 1858年當時發生了廣西教案 也就是說有一個傳教士 一個法國的傳教士叫做馬加里 跑到了廣西去傳教 結果被當地的土著給殺害 所以法國人要求要逞兇 那在當中發生了一些切磋談判不利的情況之下 發動了所謂的英法聯軍 或者我們 以前刻本稱之為 二次鴉片戰爭 那所以後來 日本人看到中國的慘況 我們說在 如果沒記錯是1853年 當時的黑船事件 也就是美國黑船艦隊的艦長 貝里 打開了日本的門戶 打開日本門戶之後 我們必須得承認 那個時候的西方國家 他們標榜著所謂的帝國主義 向亞洲相對落後或者弱勢的國家 進行侵略 日本 也難以幸免遇難 所以在黑船艦隊 美國的黑船艦隊 打開了日本的門戶之後 日本也簽了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 而這個故事一直走到了所謂的1868年的時候 1868年的3月 當時法國的艦隊 停靠在日本 OK 這些 這些法軍水手當然好不容易來到日本一趟 他們當然下船去遊玩 要進行所謂的日本一日遊 那當時 有一個地方叫做戒室 一個土一個世界的戒 在戒室這邊就發生了著名的戒室件 什麼叫戒室件 當時法國的水軍他們的水手 要進去玩 因為那邊是一個重要的商業區 結果被這些看守的武士擋住了 叫做土佐凡 被土佐凡的武士擋住了 那雙方第一語言不通 那第二我們也必須得承認 這些外國人 這些西方列強 在亞洲這塊土地的囂張慣 所以硬要闖關 所以雙方爆發了衝突 那據說有一個士兵就搶了所謂的這個土佐凡的 軍旗就要跑 日本武士怎麼可能放過 有些開槍有些拿刀砍 所以造成了11個人的死亡 11個法國士兵的死亡 有些當然是 可能受傷 被砍 或者被開槍打死 有些掉落到水裡面淹死 那事情發生之後 那 法國這個領事當然非常生氣 於是跟當時的日本政府抗議 當時日本流行的一個口號叫做 尊王攘儀 不是中國這個春秋戰國時代的尊王攘儀 我們都知道 其實日本一直以來都是由大將軍領政 也就是傳說中的幕府 OK 那在這個 封 Sorry 在德川家康 此期建立了所謂的江戶幕府 我進入了江戶幕府時代 江戶幕府最後一個幕府大將軍叫做德川慶喜 有興趣你可以找他的照片畫像出來看 那個臉看起來就蠻衰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臉的時候就 這如果不尷尬 假的好者我就不信了 Anyway 當時就所謂的尊王攘儀 然後並且要求大政奉還 就是將國政 還到天皇的手上 所以進入了所謂的民治時代 所以法國領事就跟當時的民治政府抗議 跟天皇抗議 那最後達成了 第一謝罪 第二賠償 第三 辰凶 謝罪 日本政府去跟法軍 跟法國領事道歉 OK 那再來 賠償 總共賠償了15萬美金 那最後 辰凶 那 據要求 要要求20個 武士出來 切附 謝罪 那其實這件事情 也是一個很悲傷的事情 但是日本人把它玩出了一種新高度 因為 日本的切附其實最早 勘載於西方其實是荷蘭人 因為荷蘭人很早就跟日本人做生意 所以日本早期稱科學為藍學 就是荷蘭人帶進來的新學問 所以早期 荷蘭人其實就有記載 所謂日本人切附 但法國人沒有看過 他們也不相信 人會這樣玩自己 因為在所謂的基督教的教育裡面 人是不能自殺的 OK 人是不能自殺的 他就想 你們敢打招 切讓我看看 OK 白於四 我們說總共有派了20個 也是當時防守所謂的土佐凡 這些武士 出來切附 那第一位當然就是當時帶隊的 將這個這個這個 帶隊的武士 叫做基普諸之吉 也就是當時跟法軍起衝突的 而基普諸之吉 當時我們120個武士準備要切附 基普諸之吉跪下來 他用 文明國際的十字切法 第一刀 從左邊進去往右拉 第二刀 從喉嚨進去往下拉 OK 對 那你要知道 一個合格武士 這個很痛啊 合格武士 所謂的最高 最高階層的切附 你不能面露痛苦之色 所以他要面帶微笑 你光想當後面就覺得變態 好我要切了 合合合合合合 Yeah come on 法國人都嚇傻了 而且 我們剛才講的豬之吉 他切完腹之後 他是不是等你頭要出來 沒有 他伸出了右手 將他的內臟 他的臟氣 掏出來 丟到了法國人的面前 並且罵了一句日本的國罵 法國人去刷 然後開始切 切到第11格的時候 法國領事受不了 不要正常來講切第一個都受不了 當時在廟國寺切的 切到第11格的時候 法國領事自己都受不了 他這樣 不要再拉 你光想像那個畫面 那個現場一定是 這個 血腥味 然後有如人間戀獄 所以切到第11格 不要再拉 說啊說啊 這件事情到這邊結束 那你知道 武士的 最高 層次就是武士道精神 就切腹 所以第12格 他切腹沒有成功 他回去也是 咬手致敬 OK 所以 這就是日本所謂武士 武士道精神的最高展現 切腹 那當然 在二次世界大戰 以前 日本人是全世界 最怕死的民族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日本人變成了全世界 最怕死的民族 所以你看到嘛 所有的養生學 幾乎都從日本出來的 有沒有 日本的平均說明 在世界上也數一數二高的 那因此 日本有一個 所謂諾貝爾等級的作將 叫做三島遊技夫 他就覺得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喪失了 還要做 日本最後一個武士 所以 寫完他人生最後一部著作 風雨之海之後 他 就要完成 所謂的 最高的 武士道精神 當時 他帶著他的弟子 他的徒弟 攻進了所謂的 盟軍的總司令部 因為你知道 日本那時候 等於算是 聯合國雖然脫國安 但是盟軍當時還在 日本的土地上 還有一個叫 日本憲法第九條 我們常講日本的憲法是和平憲法 為什麼 就是因為憲法第九條 所以日本沒有軍隊 日本只有自衛隊 但是他不是軍隊 雖然其實日本自衛隊很強 這個我們都知道 但是他的憲法裡面 他們是不能有軍隊的 OK 因為不管 當時 所謂的 三島遊技夫 他就控制了所謂的 這個 司令部之後 他就在 司令部 切副 在司令部切副 他就在司令部切副 他第一刀切下去之後 他的徒弟要做 借錯人 結果他徒弟砍了三四下 結果借錯沒有成功 三島遊技夫痛到咬舌自盡 結果咬舌咬舌也很痛啊 所以後來 由他的二弟子 抽出 抽起了把武士刀 幫三島遊技夫 借錯 這就是三島遊技夫的切副 那當然其實切副我 第一他非常血腥 第二他非常可怕 所以後來切副也發明了另外一種 叫做扇子切 就是 或你 你或許拿那個木刀 然後 筆劃一下 然後有人幫你借錯 結束 另外一種就拿扇子 筆劃一下 有人幫你借錯 然後結束 OK 所以呢 不管如何 身體法 膚瘦之父 不敢毀傷 麥克阿瑟 曾經問過 戰敗的昭和天皇 問他說 你們戰敗了 你怎麼不切副 因為你要知道 其實 在二戰結束 或者二戰 日本天皇宣佈戰敗 日本在 日本天皇當時跟全世界廣播 承認大日本帝國戰敗 無條件投降 那一段廣播的 史稱叫 玉音放送 天皇講的話就像玉的聲音一樣 玉音放送 那多少在 這個各地打仗的日軍聽完除了痛哭流涕以外 很多都切副自殺 OK 但是 日本天皇最後沒有切副 所以 麥克阿瑟就問他 你怎麼不切 日本天皇只回答了四個字 無能為力啊 這我沒辦法 我自己在拼這就嚇了 OK那當然講到這個切副 除了這個 謝罪啦 這個羞恥心 或者是說尊嚴 至尊發展到最極限以外 我們 特別在放送一位就是 這個人他曾經當過台灣的總督 也是日本近代的戰神 在日俄戰爭當中 擊敗了俄軍 這個人你應該要聽過他 叫乃木西典 乃木西典他在 明治天皇出病當天 明治天皇切這個出病之後 他在家也就是切副陪葬 OK 所以切副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最高的表現 他當中包含的所謂的名譽 所謂的尊嚴 所謂的謝國 所謂的謝罪 所有東西包含在裡面 那當然 切副畢竟 太血心了 不要這樣做 讓很多人 有時候我們在講歷史的時候 因為歷史長期很大 長期很大 我可能只講這邊 有些人就會拿 你跟把 講完了 用BCDEF 吵架 然後動不動 這個應該要切副謝罪 喔 把我嚇就好 不要把我打 嚇也不痛 打也不痛 對不對 切副不要鬧啊 你小時候那個 做勞做美工都過來 結果 幹嘛切副呢 這個世界 我們現在是一個 法治文明的社會 OK 好了 那切副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release release 輕鬆聊歷史 我們 下次見 各位網路的觀眾朋友 時隔五年之後 呂捷的YouTube頻道 又重啟了 那喜歡聊歷史的朋友 喜歡聊史詩的朋友 喜歡聽呂捷聊天的朋友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訂閱 呂捷歷史正極天下 散播歡的散播愛 救命